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对于现在啊 正在进行的各种计划 这个我觉得我们呢 这个退伍军人要有道德 你知道大家换人坐庄嘛 对不对 最近有一个参谋总长 他退下来之后他还写了本书 我就觉得啊 这个大家啊 每个人坐牌桌 坐庄家都已经坐过了 你都已经坐过庄家 你事后还来中 中间英文就有一个东西叫backseat driver 那你当家的时候在干什么 对不对 这是同样的一个情形 你今天来问我 见钱见要如何如何 这些事情 第一我现在不是主事者 那我也不去插嘴 他们有他们的看法 但是呢我只是要提醒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新闻非常之怪异 为什么这个新闻就非常怪异呢 就是呢 这个前一段时间啊 报纸上有冒出来一个新闻 说当初有个海军上将啊 跑到这个叫做 或者有一个这个就是国安高层 跑到了这个叫做 这个叫美国去见了国防部某一个官员 人家很轻蔑的跟他讲 后来他去跟他讲说这个 中共的这个船只都已经到达我们的后院 也就是你们的前院 就让美国那边的立刻改观 我认为第一 那个新闻啊 那个讲的那个上将是愚蠢之极 你知道不要看他三颗心 我认为他愚蠢之极 因为美国能不能漫移前进军售输出是国务院 你知道吗 你跑去国防部去跟他谈 然后希望去说服人家 这个说是要输出这些技术或者装备给我们 你根本是上错庙烧作箱啊 对不对 你去拜菩萨你也应该搞清楚 这是财神爷的庙还是土地公的庙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国务院跟他谈 我觉得你是行家 你说你要去国防部跟他谈 然后最后人家会改变政策 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 所以亏他还肩膀上扛了三颗心 那真是糟糕透顶 他又讲说美国既然这样支持 现在又冒出这个新闻 说美国不支持 美国对于任何国家的军售 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他有没有来支持我们 我觉得要应该分析一个客观事实 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美国 就国防部五角大厦的DSCA 叫做安全合作署 公布过有任何一个支持 我们潜见国造的军售输出案 记住美国没有秘密军售 当初那个诺斯宗教 Oliver North不是秘密 这个就是出口吗 对不对 那个闹出渲染大波 在美国你知道 你要改私自输口军备产品 你要去坐牢的 到底美国有没有支持我们潜见国造计划 那我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 公开的没有看到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宣布新闻 他卖了什么东西 因为美国卖我们什么东西 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个是用在什么什么台湾的什么上面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价钱多少 他们卖了我们一个垂直发射系统 给中山科学研究院去研究垂直发射系统 他们都公布出来 卖给中山科学研究院 因为在这个军售之中 这是国际军备管制的标准规则 叫EUU 叫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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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最终使用者的证明 中华民国必须跟美国讲说 这是我们最终的使用者 你知道他才决定要不要卖给我们 假如我们今天要改变 要改变最终使用者 就算那个飞机已经报废了 我们都要跟美国去商量 为什么呢 我们当年有把F5啊 去转正给这个叫做菲律宾 我们都要回头去跟美国国务院 获得同意 我们才把我们除意的转给人家 还可以飞的转给人家 菲律宾用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怎么可能 就是偷偷摸摸的获得人家 潜见国照 所以今天再出来说 美国人反对这个 我说你有什么好反对 你从头到尾没有同意过啊 但是呢 我们呢 这个所有潜见国照案呢 只有16个字啊来形容 你知道叫做什么 叫做最高机密 那极度曝光 独门爆料 因为永远是那几个记者 永远是哪里那几个来源 独门爆料 你知道莫名其妙 我们就这16字形容 人家一有之意 最高机密 你不可以问 你不可以知道 你知道但是超级曝光 动不动就有新闻报道 对不对 而且是独门爆料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只有这16字形容这个 所以今天说美国有这边 我建议大家去看看到底是谁在放话 那美国希望我们买反舰飞弹 这倒是真的吧 这是真的 而且人家都已经卖了 而且也公布出来的 DNS也已经就讲 那个军售案都已经斩金铁铁铁 因为为什么 人家要送去美国的国会 就要这个同意了 所以呢 从来军售案啊 就没有一句话 这句话是我认为最离谱 你知道叫做私下但是合法 没有什么私下但是合法 他超过了一定的金额 他就必须要公布 就要通知国会 而且即使技术输出 即使技术输出 他包含技术 包含数据 包含程式 包含资料 那个都要经过这个一定的法定 获得输出许可 这个平小姐 我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输出 他今天有一个数据档 里头是很多的这个数字 是很多年来 我们测试声纳之后 有这个数字 在美国只要把这个电子档 上传到 internet 就叫做出口 把那个档案 那个CD 或者那个光碟 交付给一个中华民国的官员 就叫做出口 他都没有离开美国境内 那就叫出口 所以我们要知道 美国对于这个出口 那个定义 定得延得不得了 只要脱离 脱离美国适当权责人的掌握 交付于外国官员之手 即使是暂时交付 你知道都叫做出口 只要把它上传 upload到internet 到网络 就叫做出口 就已经认为离开美国国境 只要离开美国的监管 没有百分之百的保密 其中包含 电子程式 数据 蓝图 图纸 资料 全部在那 所以你想想看 今天传出这个消息 跟我们潜见国照的 所有新闻都是相互冲刺 所以我认为 大家去看一看 美国人不可能那么荒唐 今天在支持你 明天又否定你 对不对 我认为是美国 根本手插不进来 被军佛贩子挡住了 手插不进来 干脆说你这个案子不要 我认为是有这个可能 因为美国从头到尾 没有任何一个 就是说这个输出许可 美国到什么样的地步 这个输出管制的什么地步 他今天来 就是这个公司讲说 我们想跟中华民国 想跟台湾卖个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东西比较敏感 他说那这样好了 你先过来 他要先跟美国国务院去做提报 然后他去申请什么 一个叫做行销的许可 叫做marketing license 他要去把跟中华民国的 国防部的国军官员 做简报 讲的所有资料经过审核 然后只能用这个简报 这个PPT党不能换的 由谁去做简报 那个人也不能换的 他的简报的 发出去的hand out 也不能换的 然后出去 来了中华民国 跟我们做简报 他要全程录影 回去要去对 是不是你许可的 那个叫marketing license 所以你想想看 连行销许可都这么严 我们没有任何的输出许可 我们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我刚刚讲的16个字 但是问题是 今天蔡政府 这个什么事情都很神秘 买疫苗疫苗很神秘 这个买口罩口罩很神秘 买这个就是呼吸器 呼吸器很神秘 对不对 任何一个前瞻运下 也很神秘 所以潜见国照神秘 完全嘛 对不对 完全不让人意外